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这一集呢我们继续说水祸诸炉赫尔蒙球王美斯 他现在的最新的通报情况 那么现在呢这个灯光有点暗 大家就凑合看吧反正主要听我声音就好了 反正你打游戏或者说你干别的事 把老编的声音放着就行了 凑合一下吧 现在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这个疾兔速递这个事 疾兔速递呢现在被中国网友给抵制的已经下跪了 不服不行 中文版的包括他们在世界各地 包括在大马马来西亚的这一些英文版的 梅西的这个广告全部都撤下了 在网站上都看不到了 都撤下来了 那么疾兔呢现在股价呢跌了30%左右 股价呢属于是这个暴跌 它不是在境外上市的吗 所以说呢不服你是真的不行 所以我说这个疾兔速递啊 它的这个公关啊 非常的有问题 这家企业呢 也被政府给罚款了 等会我们会说到 还有它在并购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法的一些行为 我们也给它公之于众 你投铁 那中国网友啊 就不会放过你 对吧 极兔速递这家企业 它的公关啊 非常差劲啊 然后他说啊 那名员工是他们 其他的一个加盟商 一个加盟商 那现在这个人 你把它揪出来没有啊 你把它调出来没有啊 哪一顾 哪一顾啊 你把它抓出来了吗 没有 你只是说是 你的下面一个加盟商啊 但是你按照你的 这个股价的这个跌法啊 我个人感觉 加盟商的这个可能性 也比较小啊 如果你股价跌成这个 这个B样了啊 这个人他不是你公司员工 他是一个加盟商 你早就把加盟商 头都给剁了啊 早就整死他了啊 你就不是这么去发了 你的文稿不是这么去写的啊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 啊 疾兔速递啊 投铁 还想狡辩啊 被网友给抓现行呢 啊 现在在这个东南亚 有些网友啊 马来西亚啊 包括一些新加坡 一些网友说了啊 因为这个疾兔 他主要是跟那个拼多多合作的啊 就说你 我买的东西 只要是疾兔送的 我就我就退会计啊 是吧 你看看啊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所以我说过啊 经商啊 不是说你光有 商业头脑就是可以的 在这个时代 不仅要讲究商业头脑 还要讲究政治头脑啊 你都没看出这个中国足协 直接下来这个取消 梅西的阿根廷队在北京跟杭州两场有疑赛吗 那中国足协归谁管 中国足协不归中共管吗 这么大的事情上头高层不拍板 那中国足协能随意的拍板吗 对吧 又是这么大的社会事件啊 所以说呢 他这个北京呢 已经给他啊 定性为政治事件了 啊 梅西的背后的事就属于政治的层面了 他不属于一个商业的什么 个人情绪的问题啊 我想上 我不上的问题 他是一个政治操弄 啊 那你看中国就什么 再结合这个米莱啊 在这个以色列啊 拜哭墙呢 拜鬼呢 啊 对吧 啊 你看看这两天 那个啊 以色列去攻打这个拉法士 啊 有一个 有一段视频 我看了真他妈圣灵啊 有一张照片啊 那那小女孩 被挂在那墙壁上 那那下半部分 那个腿被活活生生给扯掉 啊 你他妈吓死人了 我操 你跟那个 啊 你跟那些这个亚述营在马里乌本 干的事不一模一样的吗 啊 所以中国在道义层面 啊 在政治层面 全部都已经取消了这个阿根廷 对啊 来华啊 捞捞钱吸睛的这一种 啊 拙劣的这个表演 都取消掉了 所以这事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了 啊 它就是个政治实践 你还在这个地方 啊 学那几个大企业 在那里 懵不吭声的 啊 猛妞 我说过 你这么有钱 你找他 你赶紧也把广告给撤了吧 什么赤水和酒 啊 你不知道他广告 没有能买你的酒的 也没有人会买你牛奶 我本来就不喝猛牛的 那猛牛那个奶味道不是 不咋地 说句实在话 啊 里面里面里面这个 啊 好像喝上去 什么淡淡淡 很淡 非常淡那个味道 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不是 啊 你你这个 再找这个梅西 说明你这个管理层的管理 也是有问题 啊 看不出来 这是这个货色 是什么个玩意儿 啊 然后这个 集兔啊 现在我们再来看几个事啊 啊 说说看这个 首先这个税务的问题啊 并购问题 多行不易必自弊 这几天 集兔速递的形象大使 梅西引发了全国网民 对急速速递的吐槽 我也公布一下 集兔的恶劣违法行为 作为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杭州百事会计的出发决定 这是集兔速递在收购百事会计前后 涉嫌隐瞒重大事项 未披露的证据 他们通过欺骗等手段 侵占百事会计加盟商权益 其中涉及本能368万罚款未退回 还涉及油管 税务等违法犯罪行为 这边是有多部门充当保护伞的问题 本能已经实名向国家信访局反映 本能已在24年1月11日 在某派出所内部办公室 与集兔人员交谈35分钟录音 可以随时向集典部门提供 这个集兔 它这个企业 在并购过程当中 对加盟商的利益的侵吞这方面 确实有网友都是实名制举报 说明这家企业 有很多的风险 好像挺搞得定的 自认为很搞得定 就是说我不缺资源 你这下你搞得定吗 股价让你跌个百分之二三十 你搞得定吗 网友都退回你的快递 你搞得定吗 国家邮政局约谈集兔快速递 快递行业质量监管的警钟早前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司 约谈了集兔速递 原因是集兔速递连续使用 收紧不合格集装弹 这一事件不仅对集兔速递自身 干对整个快递行业敲响了 质量监管的警钟 我国邮政法明确规定 邮政普遍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保障用户使用邮政普遍服务的权利 快递作为邮政普遍服务的重要组织部分 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集兔速递的行为 显然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此次事件的发生也凸显了 快递行业在质量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求集兔速递立即整改 这家企业用不合格的集装弹 这个妈的偷工减料 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怪不得他的违法成本是什么 难道背后真的是有人吗 你背后有人就敢公然的对抗整个社会吗 你这个负责人啊 大家也都知道叫啥 我在这里就不点了 因为不想被指责涉嫌网报 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 但是大家一查就能查得到 你这负责人的关系网络挺大 头挺铁 现在你看看 你还是不得不低下你那个不可一世的头嘛 所以你的反射弧太长 在现代商业环境当中 在今天跟你讲究一个政治挂帅的一个氛围当中 你可要好好的食道食道自己了 对吧 你别说中国现在这个氛围是这种氛围 西方难道不是吗 西方不是 为什么踢一个简单单纯的一个足球比赛 要让梅西在这里来表演政治小丑呢 所以说现在政治纷争不是我们先挑起来的 政治纷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调动起来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所以老兵说顺昌溺亡就是这么个道理 不要与主流民意去对抗 所以老兵也说了 就像有的傻逼在那里写文章说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都是社会的边角料 都是经济拮据 依靠爱国这一面大旗来拉大旗扯虎皮的 虎假虎威的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些爱国者 民族主义者都是社会的边角料 都是经济拮据的祸 那为什么大家的力量可以如此庞大 让一家投铁 不缺资源的一家企业 让他老老实实的低下他那不可一世的头 说明这就是主流民意 当然我说过 我也打了预防针了 我也说过了 这不是我们要去这么做 而是对方先这么做 对方先来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挑衅 我们这是回击 香港的这个 对吧 贺岁杯 这次就搞得很不错 这个反击对美西的反击很大 人家也是他妈的世界杯冠军 你美西世界杯冠军 为什么你做不到 人家能做到 以后可以请更多愿意来合作 愿意来这里来捞金的 但是 态度端正的 这些球星 你一个球王球星 你不就是一个说实话体育戏子吗 你不就是一个 对吧 踢球表演给大家看的货吗 别把自己摆太高了 别有一种虚假的权力感 不知道自己姓胜名谁 在绝对职面前 你 就是很渺小的 那么第二个呢 说现在网上有一段四分多钟的 美西的所谓的道歉视频 美西的道歉视频呢 我也看了 这个呢 大家也都不用去相信 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个假的 AI换脸的 美西呢 他绝对不会对香港跟 在日本啊 他的复古沟 被这个牛郎啊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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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啊 啊 就不短路了 就通路了 啊 这个 啊 他会为这个事件而道歉 你想都不用想 啊 如果向中国道歉了 那不 不就是被指摘成为 向中共低头吗 向中国低头吗 向中国下跪吗 啊 现在西方他妈的 可是非常极端的 你只要有谁去找普京谈啊 那就是向普京下跪 你只要跟中国有所妥协 那就是向中国下跪 啊 那就是卖国贼 那就出卖国家利益 美西他主要的根 主要的基本盘 是在西方的啊 只要他们西方的那些球迷啊 这个不 这个对他口诛比伐 他呢啊 这个晚年呢 再捞眼睛啊 再骗骗人家钱 骗骗人家感情的 他是可以做到的 啊 当然 在中国这一块损失也是巨大的 啊 我们说过贝克汉姆 啊 带这个红骨微博 啊 吃这个面条啊 给中国人拜年就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 中国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并不像梅西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似乎那么的轻描淡写 真的轻描淡写了 他就不会来中国了 真的轻描淡写了 他就不会来提什么友谊赛 表演赛了 商业赛了 啊 还是喜欢钱 别说他什么挣宝了 你有一百万 你他妈还想了一千万呢 你有一千万你想了一个亿呢 啊 他有几 他有多少个亿 他还想要更多 啊 对吧 如果说他不想要了 他现在这个岁数 说难听点了 早他妈该退役了 啊 他还在那里混 混啥呢 还不是想搞钱 对吧 啊 然后想了什么 去美国捞取政治资本 为什么他选择迈阿密国际队啊 美国美之联有那么多财大气粗的队伍 像什么纽约红牛啊 啊 洛杉矶他妈银河啊 啊 财大气粗的 为什么他不去 他不去加盟 为什么要选择在迈阿密啊 为什么 迈阿密是什么啊 拉美的啊 反叛力量的主要的在美国的大本营啊 对吧 这些人呢 也很多都是支持像什么米莱 他们都是都是南美人啊 古巴的中中南美洲的这些人啊 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可以获得政治资本啊 迈阿密国际这个队啊 他给他这个获取政治资本的啊 在整个拉美他会很有声望啊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这个这个真实的嘴脸啊 我说过巴萨的主席 人家跟他共生那么多年啊 签合同那么多年 谈判那么多年 当同事那么多年 人家还不知道他的德行吗 巴萨的签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很到位的 他就是个阴沟里的老鼠 一个他妈不上台面见不得光的家伙啊 跟队友他妈天天好像表面上成雄道地的啊 把我和苏亚雷斯的工资不要降啊 别人的工资里面去降啊 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对吧 干的事情就是什么 散发着赫尔蒙的诸如 人家巴萨主席早就厌烦这个家伙 所以你看梅西从巴萨走 不像别人从哪个队伍走啊 人家还有挽留啊 还有怎么样啊 最后可能闹不还算 他这个走很干脆的 巴萨直接就让他滚蛋了 别什么废话了啊 你这个他妈的赫尔蒙诸如 所以说梅西这个事啊 我们持续在关注啊 好吧 有消息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啊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